第七种叫做Africasianic亚非文 亚非文就是在两河流域这一带的文字 就是亚洲和非洲夸界的 他们最少了只有375种 占总的文字5% 那我们讲七种 尼亚日耳港国 Nigel Congo 澳洲尼亚县南岛 Transe New Guinea 跨新几内亚 Sino-Tibetan 汉藏 Indo-European 印欧 Australian 澳洲 Afro-Asianic 亚非 这样分出来 加起来7500种 语言 这就是一个 所以我们说这种方法是很多人用来研究人类起源的 但这个方法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人类的语言很容易被环境改造 比方说 这么多人移民到美国去 第三代基本上不会讲母语 那你说这些人你怎么分析呢 你说分析这个人 一代中国人 这代中国人像我 我们这个王家最早到美国去 50年代 就去美国了 我的这些 堂兄堂弟的孩子们 跟我全讲英语 他不会讲汉语 就我每天王家有个聚会有几十人了 从纽约过来 从芝加哥过来 在洛杉矶 大家一起都是姓王啊 他们都香港过去多 他们所以他们的王跟我的王不一样 我们因为普通话 我们是W-A-N-G Wang 美国人把它读成Wang 他不会读成Wang 因为A字都A嘛 在英语里面 所以他们就说 Professor Wang 那要别人读成王呢 是W-O-N-G Wang Wang 就广东话 广东话读王嘛 广东话这是一个要命的字 因为广东两个字读得完全一样 就王 黄不分 广东没有这个区别 广州话没有这个区别 所以你说 你姓什么啊 姓王 沙沃王的大头王啊 就是三横王还是大肚子黄嘛 是吧 我们广东人经常讲 大头王 那知道 那姓黄颜色那个黄 这个广东话的一个要命的 这个 我们每个方言都缺一些音啊 像我们在朝着话 没有F这个音的 好大的轰啊 今天大轰啊 就是这样啊 没有H 没有 没有这个F这个音 没有 台湾话也没有F这个音 所以你说我姓冯 就很偷疼的说 我姓红 老讲不清楚 有很多方言缺乏字 法文缺H啊 法文没有H的 法文没有R 法文的R全读成H 那个 所以雷诺R 这个法国的印象文化家 我们都都 英文都读得很流利 叫Renoir 其实根本错误 法文都Henoir 他因为没有R 他都读成H 所以叫Henoir 这个读法不太一样 那个很多地方有的 我们就说这是一个 语言 语言的 语言历史学的确有意思啊 可以分析我们终于 语言历史学 我们可以分析 我们的潮州人是什么地方过来的 广东人什么地方过来的 我们有些可以得到一些结论 但是呢 不能够很准确 它的最大问题就是 语言受环境的影响很大 你说海南岛三亚 现在 基本上就没有人讲海南话 都在讲东北话 你们有这个感觉吧 到三亚去满街都东北人 开汽车的 开餐馆的 吃饭的都是东北人 而那里的外国人全是俄罗斯人 你见不到欧美人 所以你见到外国人 哈喽 他们不跟你打招呼的 你要见你 跟他们讲俄文 他们跟你搞这个 他们是另外一套东西 就那个地方 然后东北人 然后讲一二三 就一二三 是吧 闪嘛 他们因为他 他是东北人把三讲风闪 要卷舌 并且还要降低音 很奇怪的 闪个 所以那个东西会变成 我们将来的 很典型的三亚化 那如果我们将来的人类学家 用语言去分歧 海南岛的人类历史 那就很难分析了 因为从语言来说 他们基本上就 同化 改造 你们懂这个道理吧 就是语言的 语言历史学的一个困难